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估计将有超过400万难民到邻近的国家寻求庇护 外交部透过财团法人正在基金会成立政绩乌克兰专户 并从3月2号开始接受各界的捐款 截至7号下午5点累计已经将近新台币3.3亿元 外交部7号下午召开记者会 部长吴钊燮宣布将提拨首笔扇款给波兰 用以协助安置乌克兰难民 我们将从乌克兰专户已经募得的善款当中 先做第一次的提拨和捐赠 而度为新台币1亿元大约是美金350万 给占居波兰的乌克兰人 我们很快会透过我国驻波兰代表处 将善款支票直接捐赠于波兰政府指定的政绩难民的专责单位 希望可以及时帮助当地乌克兰朋友度过难关 他也宣布自7号起为期12天 将接受各方捐赠乌克兰所需物资 外交部届时会优先安排运送到同样协助安置数十万乌克兰难民的斯洛伐克 另外包括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也有许多乌克兰难民 台湾之后同样会透过双边方式提供协助 除了物资与金钱外 吴钊燮表示 在台乌克兰学生或就业人士如果要延长签证 或是有家人需要到台湾 台湾政府一定会帮忙到底 此外 目前也正考虑开放乌克兰学生来台就学 出席记者会的波兰驻台北办事处处长高泽瑞 感谢台湾民众的善心 他表示 每分钱都至关重要 这展现了人性的光辉 台湾慷慨与团结都将被铭记 在台乌克兰侨民安多利则表示 他许多朋友都已经上战场 为自由及保护家园而战 他感谢台湾人的帮助 也希望其他国家能够伸出援手 让他们能够撑得更久 同时 乌克兰也需要各国在政治上及外交上的协助 以及对俄罗斯采取更多制裁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欧阳孟平在台北采访报道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